这些歌曲,即使你是个唱歌新手,也可以轻松拿捏 第一首,推荐所有男生都可以学习一下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这首歌曲没有很高难度的高音还有假声 可以很好的训练男生的低音区,也就是胸腔共鸣 我们先用一个嗡音带入歌曲旋律,找找低音的位置 找到位置后,再带词唱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世的路 可以完美地展现男生的雌性嗓音,又能引起听众的共鸣 第二首,推荐所有女生都可以学习一下《轩草花》 她的旋律真的是朗朗上口,最重要的是她没有过山车般的高音 可以让你在唱的时候轻松拿捏 男女老少都可以用这首歌来练习气息 练完之后你会发现唱起来气息非常的平缓,还有均匀 如果你的节奏特别不好,选择周杰伦的《等你下课》肯定没问题 她的伴奏自带轻快强烈的鼓点,真的是太好跟了 还可以边打边唱,用它来练节奏特别合适 只需要注意副歌里面的加声 这一句我们就抬起眉心小小声去唱就好了 还有一首歌特别适合我们女生唱的就是《小幸运》 这首歌很适合练我们的发声位置 只要你能哼唱这首歌,就能找到流行演唱的感觉 在哼唱的时候,我们把声音位置哼在牙关,把眉心抬起来 就可以找到哼唱的感觉 怎么哼就怎么唱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 还有副歌要注意一些很密集的节奏型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考的 它每一句的节奏多变,而且唤气非常的密集 一定要注意这些地方要多练哦 练好了这首歌,你就可以把女性很柔美的音色发挥出来 初学者学会这些歌就不用担心在KTV没有歌曲唱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